歡迎收看TVBS國際家簡單說 我是TVBS新聞網國際組記者利隆 現年72歲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從2014年起開始日理國家 20年任期內帶領新加坡的GDP增長約10兆新台幣 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強國 李顯龍於5月15號卸任 把國家的領導棒子交本給現任副總理 身兼財政部長的黃巡財 也象徵新加坡李家天下時代正式落幕 其實李顯龍早在12年前就透露說 他不想在70歲以後繼續擔任總理 卻一直忍到今年才如願交班 為什麼他的交班過程會一波三折 任內為新加坡帶來哪些改變 又是如何帶領資源不多的新加坡 繳出漂亮的經濟成績單呢 那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國土面積 是只有734平方公里 約只有2.6個台北市這麼大 人口也只有604萬人 約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一 不過他們卻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公佈的2023年全球最富裕20國中 以人均GDP15.74萬美元來奪冠 而且還擁有全球最多的百萬富翁 那麼新加坡是如何在地狹人少的情況之下 繳出這麼漂亮的經濟成績單呢 李顯龍說了 因為國家人口不多 因此必須要任人為賢 要充分地培養以及提拔有才幹者 而且不僅限於學術領域 另外新加坡也透過開放寬容的社會 以英語為工作語言 以及創造經濟機會 來吸引國際人才進駐 另外李顯龍政府也時時刻刻確保 新加坡政府的辦事效率維持在高水平 他認為說政府不能創造財富 但是能為企業界提供創造財富的條件 因此新加坡是建立一套提拔培訓 以及賞罰公務人員的嚴格制度 讓公務員不再是鐵飯碗 整個公務系統可以說是任人為賢 而且人事系統透明客觀 此外為了讓他們的金融服務更有效率 新加坡政府是從2015年起 開始力推所謂的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 推出號稱全球首個 統整式的QR Code 掃碼平台 SGQR 另外還有手機跨行轉帳系統 PayNow 在支持金融創新的同時也不扼殺發獎 在種種這些措施的加總之下 也帶領了新加坡經驅躍身成為亞洲強國 我們看到李顯龍是從2014年起 52歲的時候開始擔任新加坡總領 那其實早在2012年他就表示說 他不想在70歲以後繼續再執掌國家 認為新加坡需要一個更年輕 更有精力的領導人 才能減少跟年輕世代的隔閡 新加坡政府其實在2018年 是任命當時的副總領王偉傑來接班總領 不過王偉傑卻以年齡為由來婉拒 他當時60歲 那2021年當時又遇到新冠疫情爆發 李顯龍決定他要留下來鞏固新加坡的經濟 那也導致新加坡總領接班的時程 也進一步延宕 那直到2022年當時的新加坡第四代的領導階層 才決定由財政部長黃巡才來接班 並且任命他為副總領 那麼李顯龍作為新加坡開國總領 李光耀的長子 從小就跟隨在父親身邊 學習怎麼治理國家 也一直被父親當作是接班人般培養 那在他的20年任內 他帶領新加坡走過全球金融危機 以及新冠疫情 將新加坡打造成亞洲人均首得最高的國家之一 另外新加坡的GDP 在他的任期內 從2014年的1940億新加坡元 約差不多4.6兆台幣左右 增長到2023年 超過6000億的新加坡元 約14.2兆新台幣 另外資產管理規模也增長超過8倍 達到4.6兆新加坡元 總人口則成長42%達到592萬人 他覺得他自己對新加坡最大的貢獻 不在於經濟層面 而在於教育層面 他認為說在他的領導之下 新加坡的教育更加開放 而且無論是技術教育學院或是理工學院 皆獲得更多的投資以及重視 另外李顯龍政府 他們也提供更全面的社會安全網 以及縮小收入差距 雖然新加坡的整體的家庭所得是提升的 但是衡量收入不平等指標的這個吉尼係數 在過去10年內卻是呈現下降趨勢 這也反映出李顯龍政府 在縮減新加坡貧富差距上所做的努力 另外李顯龍 他也彈性應對種族宗教以及社會道德問題 例如新加坡從殖民時期 就嚴格禁止同性戀的這個第377A條法 也在2022年的時候廢除了 至於對新加坡政府有什麼期許呢 李顯龍在2023年的國慶日上提醒 他說新加坡政府應該要確保制度連結 而且沒有貪污以及不法行為的決心 同時他也點出了新加坡政府 必須要解決住屋以及國家老齡化的問題 要落實所謂的居者有其屋 也就是讓新加坡人民都買得起房子 同時也要繼續實施新加坡的吸手前進運動 協助國人掌握靜能 照顧社會弱勢群體 加強國家凝聚力還有新加坡精神 雖然李顯龍是即將卸任 不過他並沒有打算退休 他將繼續擔任國會議員 為新加坡的國勢而努力 也喊話說要讓新加坡繼續閃耀 那麼各位朋友們 對李顯龍政績有什麼看法呢? 認為有哪些地方值得台灣設法嗎?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以上就是今天的國際價簡單說 我們下次見